生動國泊的話句 在熟悉村裡的游物市們 扮演第一線失智吹哨者 全街市區疑似失智個案 嘉義縣衛生局 週二在埔子市祥和郵局廣場 舉辦郵中衛寧啟動儀式 宣告守護失智長輩 3、2、1、啟動 郵局對於整個 除了所謂送信送包 包括送我們營養午餐的這些食材 還有通報我們的所謂的失智疑似個案 整個合作層面會越來越大 我們謝謝郵局對我們的支持 郵局原來就有在做 關懷社區老人的工作 所以實際上 只是多一個失智長者 我覺得參與這個是非常有意義的 嘉義縣109年起 推動失智友善社區計畫 成功結盟嘉義郵局 培訓綠衣失智友善天使 今年首創由衷為您 失智個案通報系統 渴望大幅提升通報效率 建構這樣的一個系統 就是希望能夠大家一起一夜結盟 然後能夠早期發現一些 可能疑似的一些失智個案 能夠提早被照顧到 趙文華表示 目前有三處失智共照中心 29處失智關懷據點 可提供協助與服務 希望未來能灌起更多人 重視失智症相關議題 同時鼓勵失智者多多參與社區活動 新唐人亞特電視方亞賢 台灣嘉義 採訪報導